关注总舵主,你啥菜都会煮 应粉丝的要求,今天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家常红烧肉 首先五花肉切成大小一致的骰子块 凉水下锅,下姜片,料酒去腥 水开之后我们撇去浮沫 捞出来冲洗干净 起锅烧油,然后放入五花肉 然后小火煸炒,逼出油脂 这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的关键 然后倒出多余的油脂 再下姜葱,八角桂皮和香叶 把大料小火煸炒出香味之后 加入小半瓶的啤酒 啤酒有一定的糖分,所以不要再加冰糖了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提前熬好的糖色,适量的盐鸡精,生抽,蚝油调味 干辣椒来几颗,中小火炖煮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挑去大料 最后大火收汁浓稠就完成了 为了能更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视频虽然有一丢丢的肠 记不住的家人们可以双击保留起来 或者分享到家人群朋友群一起试做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咯